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 我太喜欢了 我一定会好好照料她的 爸爸妈妈也真是的 结婚纪念日的礼物我自己不管 还要让我一个人来照料这盘花 你可不是一个人 还有我跟哈小龙呢 哈哈 你在研究什么呢 这是人造云 如果成功的话 就可以重新恢复我们比灵星的气象系统了 看起来好像不太成功 可恶 我是要征服地球的恐龙 怎么能被一团云给欺负 亲爱的兰兰 妈妈呢 今天要加班 让你照顾玫瑰花 真是不好意思啊 宝贝 妈妈的玫瑰花怎么样了呀 好像快开花了 太棒了 你要记得放音乐给她听哦 听说这样开出的玫瑰才会又大又香 我等一下就回来了 希望到家的时候会有美丽的花朵迎接我们 看来在他们心里玫瑰比我还重要 哦 不 看小龙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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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马上就要回来了 看到玫瑰花变成这样 天哪 兰兰 别急 如果这时候有个圆异深 一定可以搞定的 我今天是园艺师哈哈 关于花花草草的事尽管交给我吧 哈哈 别耍衰了 快想想办法怎么就回玫瑰花吧 这个好办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高科技花盆 这是我哈哈特制的快速生长花盆 我们先把玫瑰花和泥土重新放进花盆 要知道 所有的植物也和人类一样 有的喜欢冷 有的喜欢喝水 有的不爱喝水 它们需要的营养元素也不一样 这个花盆会进行基因分析 检测到种植的植物种类和泥土成分 然后自动调节出适合它的超级营养液 它活是活过来了 可是之前都快开花了 现在花苞也掉了 妈妈回来还是会不高兴的 要加速植物生长 除了营养元素 最重要的就是阳光和温度湿度 有了 人造云 你 天哪 我的玫瑰花真是太美太香了 谢谢你老公 我们的家变成玫瑰花园了 我也没想到太空玫瑰这么能长 妈妈 救命 快放我们出去 我 我们 我们不能动了 原来多亏了这个花盆 玫瑰花才长这么快 元医师哈哈 你还挺有两下子的嘛 爸爸 我们还可以种些别的花朵 不带刺的就行 不准 以后不许再在家里用这个花盆了 好好的玫瑰花都长成妖怪了 你看我一手的刺 你看 这花盆还很危险 以后不许玩了 我可不想浪费这么好的发明 可是 妈妈不许我们再种花了 就是 我讨厌这个花盆 不准再用了 不然我就要去跟妈妈告状 可是 如果我们种的不是花 而是好吃的呢 好吃的 园医师应该不仅会种花 也会种水果吧 我们可以种些每次要好吃的水果 比如西瓜 葡萄 还有草莓 行是行 可是 万一被妈妈发现怎么办 我们想想办法 对花盆进行改造 限定它的生长范围 就不会被妈妈发现了 好 说干就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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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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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兰兰还没睡吗 他们在搞什么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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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的天哪 好了 我和妈妈知道 你们是想利用园艺技能 把家里变成果园 这个想法非常好 我们不会怪你们的 但是 你们必须控制好植物的掌势 进行合理的种植 不然就算它是植物 一旦失控了也是很危险的 我 我知道了 好吧 我允许你们在家里进行实验 但是不能光种水果 也要满足妈妈买菜的需求 太棒了 我们的家变成了花果山 看来园医真的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种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植物 我的草莓都吃不上了 不行 我要想想办法 把生长速度调到最快 还有果实沉测也调到最大 这样就算只长一个 也可以让我吃到饱了 天哪 怎么会长出这么多草莓 还有这么多虫 这样我们都出不了门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虫子啊 草莓好可怕 根据我作为一个园医师掌握的知识 这是草莓常见的病虫害 只不过因为我们的草莓长得太大了 所以这次的虫害特别厉害 我的天呀 太讨厌了 我不吃草莓了 那这些虫害究竟要怎么才能解决呢 走 我们去绍科栈 配这虫农药才能杀死这些害虫 快点 虫子越来越多了 好 成功了 我把药水注入人造云里了 接下来就看它的了 无论什么科技 一旦失控了 都很可怕 嗯 我们还是让所有的花果 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来成长吧 嗯 我们再也不要拔苗助长了 照料好植物 让它们拥有自己原本的样子 才是一个园艺师应该做的 嗯 亲爱的 来帮忙 老婆 我来了 希望它再次开花的时候 可以让更多人闻到玫瑰的芬芳 这是我们爱的结晶 老婆 你真是太棒了 看来对于你们地球人来说 最好的养分果然还是爱呀 嗯 爸爸 你好了没 爸爸 你好了没 还没好 你去楼上的厕所 我在里面 你还有多久啊 我快忍不住了 蓝蓝 喝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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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怎么了 哎呀 哎呀 我们可能失误重头了 我和哈小龙跟你们吃的一样 怎么没事呢 大概因为你们是外星人吧 这 这可怎么办 啊 啊哈地球上有一种科学家 叫微生物学家 专门研究细菌病毒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我知道了 只要我获得微生物学家的技能 就能确认你们感染的是什么病菌 就能知道怎么治疗了 全靠你了 现在我就是微生物学家哈哈了 蓝蓝 为了确认到底是什么让你们拉肚子 我能不能到你们的肚子里去看一下 你说什么 你 你 你这么大 怎么到我的肚子里去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我把微生物学家宝石装在飞船引擎上 飞船就能变小 我就能到你的肚子里去了 原来是这样 哈小龙 别傻站着 这可是征服地球的好机会啊 啊 为什么 是因为妈妈拉肚子了吗 笨蛋 是因为病菌 病菌 病菌只会让人类拉肚子 对我们外星人不管用 这不是用来征服地球的最好武器吗 对啊 你跟着哈哈一起到蓝蓝肚子里去 收集一些病菌带回来 我们就能用它来征服地球了 哈哈哈哈 哈哈 你能带我一起去吗 为什么 因 因为 因为你在蓝蓝的肚子里 又要开飞船 又要找病菌 多个帮手 多份力量嘛 好啊 没问题 谢谢你哈小龙 给 我们在你肚子里的时候 随时保持联系 好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时空胶囊 一会儿飞船变小后 你把飞船放到这个胶囊里 再吞下去 否则飞船可能会划烧你的食道 还会被你的胶囊融化的 啊 哇 飞船变得这么小啦 别怕 哈哈 你们怎么样了 还有多久才到头啊 快了 快了 前面是奔门 过了奔门就到位了 蓝蓝 我们刚刚通过你的食道 现在 到了你的胃里了 哦 我的胃看上去还好吧 惨了 惨了 我们要为胃炎融化啦 呃 你的胃好得很 正在消化我们呢 我们得赶在胶囊融化之前 离开这里 又快点儿 再快点儿 我可不想变成蓝蓝的夜宵 前面是幽门 过了幽门就到小肠了 小肠里有危险吗 放心吧 小肠是安全的 总算能松口气了 哇 这是什么怪物 别怕 这不是怪物 这是双齐杆菌 发现细菌了 是不是它害我们拉肚子的 双齐杆菌是好的细菌 它在人的肠道里 可以提高钙 铁链的利用率 促进铁和维生素D的吸收 还可以产生多种维生素B 和氨基酸呢 这么一说 这双齐杆菌看起来 还有点可爱呢 那是什么细菌 是好的还是坏的 那是氏酸乳杆菌 也是好的细菌 它可以帮助消化牛奶等乳制品 在这个过程中 产生乳酸 酵素 抗生素和维生素B 哇 蓝蓝 你的肚子里有好多细菌呢 密密麻麻的 数也数不清 啊 我有一肚子的细菌 这可怎么办 别担心 正常人的肠道里 有一千多种细菌 总数可以达到几十万亿 是人体所有细胞数量的十倍呢 这些细菌平时和平相处 只有失去平衡的时候 才会让你生病 刚才看到的双齐杆菌 和氏酸乳杆菌 都属于一肚菌 能帮助你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 那蓝蓝肚子里的细菌平衡吗 让我来统计一下 小肠这里的菌群正常 看来问题出在后面的大肠 走 我们去大肠看看 大肠里是干的 是啊 小肠消化剩下的食物残渣 到达大肠 大肠进一步吸收掉 食物残渣里的水分 最后就形成了粪便 不行 这样看不清楚 我们得出去看看 什么 外面一定超级臭 我不要 你什么意思啊 是你的 你要来的 现在反悔了吗 好吧 好臭 戴着防毒面具也能闻到臭味 你够了 噴上脸 好恶心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这是大肠杆菌的一种 大肠杆菌 一定是它让我拉肚子的 大肠杆菌也有许多种 这种大肠杆菌是好的 噢 原来是它 没错 这是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是一种治病的大肠杆菌 就是它让你们拉肚子的 我再到前面去看看 统计一下数量 那我就留在这里 看守飞船 好 太热心了 我下次再也不来这地方了 来了 我已经确认了 你们拉肚子的原因 就是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噢 我知道了 那你们快出来吧 呃 那个 你要到厕所去准备一下 噢 知道了 是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害我们拉肚子 那要吃什么药呢 抗生素 不 还是吃些药 其实不用吃药 嗯 你们要做的就是多喝水 握床休息 适当补充电解质盐分 靠自己的免疫系统就能战胜 病菌 折腾了半天 原来我只要喝热水就可以了 至少我们可以安心了 嗯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我们得找到病菌的来源 防止再次感染 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通常来自于家畜的生肉 或者是被家畜粪便污染过的水果蔬菜 啊 我想起来了 昨天我切完牛肉 没有洗砧板 直接在上面切了苹果给大家吃 原来你才是罪魁祸首 带来了吧 带来了 嗯 怎么是空的 我们从蓝蓝肚子里出来之后 就恢复到了原来的大小 大肠感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变大 还是那么小 所以看不见 哼 原来是这样 那还等什么 赶快行动吧 梅 洗过手了吗 洗过了 是用洗手液洗的手吗 用的是这种能消毒的洗手液 砧板消过毒了吗 砧板和菜刀都用开水煮过了 生熟分开 做得好 七十五度以上的温度 就能杀死长出血性大肠杆菌 蔬菜和水果呢 放心吧 我赌上家庭主夫的尊严 小菌菌 全天不灭了